鱼儿 能答应骂件事吗 以后咱出去采访的时候 别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行不 担心 这个危险的地方啊 能避免做避免 你不去采访吗 这 这外面不能采啊 飞机跑隧道里采访去 你要出点什么事 可怎么办呢 那飞银首飞 不让您上 您听了吗 您注重的是第一感受 这飞机哪儿出现问题了 我们追求的那是第一现场 好好好 吃饭 吃饭 不 不谈这事 不谈这事 爸爸是关心你的 来 尝尝我腌的菜 来 爸 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 那个 伯强哥嘛 他不是因为关心我 一时情急 把你们那个什么文件 带出了场子吗 我想他也没造成 什么严重后果 您能不能别处分他了 杨宝 你告诉他的 不是 舅 您不会真的开除国家吧 不是我要处理他 是他做了违反保密条例的事 这是要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 来处理的呀 你别别别别那么大嗓门 这大清早的 就是爸 别急啊 萧萧 请问我别急 你看 你不说 我哥不说 这谁能知道啊 就是的呀 而且国强这不是 担心月月吗 那倒也是 国强担心月月 这常理里面 谁还没有几个关心的人 那大家多找这样那样的理由的话 那这保密制度 这不形成虚弱了吗 我说战鹏 别人不明白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不懂啊 是 秦总 这 你看这臭小子 还秦总秦总的 这在家呢啊 你们赶紧吃吃吃 快 赶紧吃 多吃点啊 爸 国强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分到厂里 要是因为这事挨了处分 影响了前途 我心里过一过去 这也是我正要提醒你的 你把这个情感和工作给我处理好 不要连累别人 连 我什么时候连累别人了 我这采访出了事故 我没人关心我 还在这怪我 我说的不是这次啊 你不知道 国强啊 最近在工作时间啊 不是丢三落四 就是进不在焉 这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月儿啊 处理情感问题 一定果断 喜欢呢 就痛快答应 不喜欢呢 就干脆告诉他 否则拖泥带水啊 这是害人害己啊 您对我的评价就是 拖泥带水害人害己啊 不是 不是 赶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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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样 赶紧吃饭 赶紧吃饭 来 赶紧吃饭 爱月儿 你干啥去 上班 你不是放假了吗 我加班 在家带着还不上班去吗 我又说 我已经来到 我先去 上班 你还是要打到 在家带着 我还没来 你会排队 你这么快